一到了新環境 小熊從籠子爬了出來 探頭探腦 在感受著嶄新的生活空間 接下來他邁開步伐 緩緩進入林子中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不過從另外一個畫面看到 走出戶外的小熊 似乎開始習慣著一大片綠地 他的腳步變得輕快 也對周遭感到好奇 今年7月這一隻迷路的小熊 在花蓮南岸瀑布被發現 當時因為身形瘦弱 找不到媽媽 翻找人類留下來的食物衝擊 因此被帶回照顧 如今他已經投好重狀 要準備回到大自然了 他的一些身體症狀況 都非常的棒 接下來的幾個月的 一個訓練之後 應該會在明年的4、5月的時候 去把他放到眼外去 不過現階段 最重要的是要讓小熊 學會如何自己溺食 和避開危險 但也有許多網友認為 這樣的放生 會不會等於放肆 林務局表示 不僅是南岸居民 相當歡迎他回家 也再次強調 過去的獵雄事件 和小熊生命安全 不會有衝突 但最重要的 還是希望所有人 能夠學會尊重生命 才能讓小熊的回家之路 不會有任何危險